後來新聞一開始來看這個抗疫的現場 中華官醫療改聯名 台灣健康空氣行動聯名 中環保的團體 說是拿到這個抗疫的海報和補條 來到中華官政府前前抗疫 說指控這個抗疫就是做台華的問題 突然到今年的3月18日 這個認定台華是得出生的工業區 環保局 激光人生 彰化環保局 中華醫療改聯名 中幾個的這個環保團體 在中華官政府前前 表達對管政府的不滿 台灣健康空氣聯名叫一人 葉光彭醫師 更是他希望來形容對管長的不滿 好像不是修好我們的健康 我們的為民國 上禮拜前我們拜會之後 早就即使比較近一禮拜才是新聞 但是我現在 管政府 管長 可以採取更積極的行動 由於中華官政府在上禮拜 招開共聽火之後 可能中華市的五條工業區 是屬性的鑑鑑鑑鑑鑑鑑 以後台化必須要在台灣搶台 拿出鑑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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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鑑 就應該進行行政財法 他可以做行政訴驗 可以做行政訴訟 但不能抵觸行政處分 行政處分還是應該要立即的去做進行 去做這個行政的處分的要求 占對環保團體的作求 中華官 環保局 迴言說 在行政處分進行 以外應該要讓台化 頂受意見的機會 大中華新聞 中西良 中華 蔡宏布德 中華官 或是正對任何個人